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创业已经跟过去老一辈完全有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概念 那么今天在现场非常荣幸请到的两位 都各自在他们的领域可以说发光发热 而且是国际知名 好 我先从我左手边第一位来介绍 这是陈杰晓 陈医师 陈医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对 这个陈医师过去大家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 在南台湾的秘妙科的医生 现在都还在职业当中 但是我们现在更要介绍他的是 他已经一脚跨进了生技医疗产业 对不对 现在我们应该介绍你是安慎生科的医疗长 是 陈医疗长 对 我们待会要请我们的陈医师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 他是怎么样跨出他的舒适圈 明明当医生我们一般人的概念是 很棒啊 赚很多钱啊 然后家里头的人都会以你为荣啊 你就好好做医生就好 一路的平铺青云往上做 说明有一天做到院长那不是很好吗 但是他选择要出来创业 医师创业 他说有很多的医疗的器材 其实不是那么样的合用 我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棒 怎么样让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受惠 这是你的理念 所以待会我们来聊 那么继续还要为大家介绍这位 我们台湾人看他就觉得 哇 那是花博流行馆 很漂亮一个绿建筑的一个设计师 他是黄千志 千志你好 你好 谢谢 大家好 对 但是在国际间大家认识 你是跟我们不一样 不只是花博的流行馆 对不对 还有很多很多 像是在北京会有一个 Nike的一个公共空间 我们可能不太知道 但你随便上网Google 就是打你的名字 然后就一大堆 你们是国际间非常知名的 绿能规划的设计业者 小智研发的创办人 对不对 所以待会要好好跟我们聊一聊 到底呢 这个所谓的绿建筑 像我们一般 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绿建筑 就觉得那就是旁边很多树 觉得那是很浅薄的绿建筑的概念 但是你把那个概念又更提升 因为这个 其实你是念建筑的 对 建筑和结构 而且都是在国外的名校 它在哈佛 它在康乃尔 对 都是很棒的一个建筑系 但是你却颠覆 你不用我们传统想象中 用混泥土啊 用砖块去盖房子 它要用一些 大家想不到的东西 对不对 对 我们进来要用垃圾座 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 你非常的特别 待会也要好好跟我们聊一聊 一定 不过首先我们就马上来看一看 这个是黄千志 他现在已经是国际之名的 让我们所有的台湾人 都风塌一身台湾之光 他的故事是什么 我们看来看这段BCR 美国长春团名校 Conell建筑系里 正在进行一场创新的革命 全美排名第一的未来建筑师们 正在研究的主题是台湾 有人想把西门丁里的闲置停车场 改造为环保运动中心 有人要把101的行人步桥 做成浮在天空的都市菜谱 这堂课名为Sexy Trash 性感的垃圾 目标是颠覆学生的想象 让他们运用废材做建筑 把建筑变环保 垃圾原本是软趴趴的脏脏的 你怎么变Sexy 第一件事情你要把它变得很 结构性很强 对不对 刚性很强 功性能很好 对吧 然后之后才是说 那我要把它放一个什么 Burada的西装 对不对 他是垃圾的练经师 别人眼中的垃圾到了他手中 变成性感的桌椅 时尚的酒瓶灯 在他手里 Trash真的可以Sexy 把目光聚焦台湾 让垃圾变得性感 让学生脑袋换了又换的老师 Arthur Huang 黄千志 来自台湾 这名字也许你陌生 但您曾踏上他的建筑 或看过他的作品 台北花博流行馆 用150万个回收宝特瓶 打造的全球绿建筑 就是黄千志的作品 我的名字叫黄千志 Arthur Huang 才35岁 黄千志已站上世界的浪头 颠覆建筑传统 创立小制研发 国际媒体追踪他 国家地理频道 拍他的纪录片 甚至纽约市都在去年 颁给他杰出创业夹奖 他的环保建筑很纯粹 百分百用废材 不用新材料 把回收废料的强度和弹性 提升到和新材料相似 而且时尚 具卖相 像这个他帮Nike打造的公共空间 用宝特瓶砖和宝特瓶抽出的沙 几乎没有看到 在台湾在世界上都很少 康乃尔学士 哈佛硕士 万幸好 太似天资交资 但这位台湾小孩 从11岁开始 就离向背景 吃苦 冒险 跟着他与几位合伙人来到纽约州 拜访孕育他冒险精神的源头 就像眼前踏着的暗黑 他说 那一年当了小留学生 就习惯在位置中摸索 学会在主流世界杀出血路 好 纽约 台湾的爸妈都希望小孩子很斯文 就可以带一个大眼镜 然后把裤子拉得很高 什么叫什么高腰裤 然后穿了一件Polo衫 所以我那时候 因为来了美国就很气 被人家歧视 很气 赢不过人家 所以就很自拔地 就把眼镜脱掉 每天做福利挺身 每天去练习 每天去跑步 然后每天读书 要读得比人家好 就是就变成你要在各种方面 要去跟人家竞争 然后我想要进到主要的圈圈 有意识的自我努力 克服了白人对亚裔的偏见 到了康乃尔国建筑 他是老师们印象最深刻的学生 是一个人在学校的学生 他教你怎么办 是他练习的吗 是他练习的吗 他练习都在上面 他练习都在海中 都是他练习的 都是他练习的 都是我练习的 是他练习的 我练习的 是他练习的 是他练习的 其他学生都在看他 其他学生都在看他 其他学生都在做 他们的能力 都比较完整的学生 比较多的学生 套乃尔锻炼他成为 跨越工程建筑的原才 而在这座全美最美的校园 也薰涛出他自然 共诚的工艺美学 最后一靠来二十分钟车程的 Trip Timer Boots大瀑布 是他学生时代最喜欢的教室 我们新生其实都要来这边做研究 研究这里的空间 和整个说故事的方法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块墙 其实都是在地取材的材料 它根本没有搬运的过程 它就直接把它叠起来 它就变成一道墙 完全跟这个周遭的生活是融入的 但是它的美感完全一点都不失色 这五年来 后来学完了以后 最后还是想回到 怎么去讨论人和自然中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在都会里头的自然 其实就是我们的垃圾 这个自然现象有很多是negative 怎么把这个negative扭转 我们后来发现材料和垃圾 是一个很有机会切入的 没有人在做 不应该做 全世界的70%的GDP 就在建筑行业里 那你花的最多碳排放量的东西 就是房子 跟以前古人所做出来的房子 我们现在的房子还不比以前的更sustainable 那我们的生存的意义在哪里 永续排炭的理想有市场吗 你想怎样事场证明 这一天小只研发团队一行四人 来到旧铁道翻新的公园 他们要把废弃米糠 和回收素材做成的时尚眼镜 说服一百个陌生人戴上 并拍照上传脸书 你要知道自己的东西有没有竞争优势啊 如果你都没办法说服一个人 去 你怎么办 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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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公司同事的 对我们自己的信心程度 因为我以前都是自己得干 对吧 那现在变成是 我们要希望是不要只有我 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希望我们公司 而且其实 邮达和尤航一直都是我们公司 一直最 跟我们在一起最久的同事 所以其实他们要 把这个东西再感染给下一批同事 外国同事出马 成功送出了眼镜 照下一百张脸口 早在八年前 黄千之就选择在纽约创业 要在世界舞台打品牌 选择纽约 看上的是最密集的人流 金流 资讯流 以及最竞争的残酷舞台 当时他在帝国大厦往南 白人聚集处做了间小办公室 我已经好久没回来 152 进去就 这其实里头是小的办公室 它其实是一些小办公室 一间一间的 小小 隔的这样子很小 然后有两个窗户 可以看到Empires Day 在这边最常想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常想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就是 拜托 至少让我有一点点成绩 因为花了这么多钱 至少要一点点成绩 你才会觉得花了这个钱至少值得 然后金外来了 好 我经常工作 然后我们只是 我经常在这里 一毛钱都没有 要去 薪水付不出来怎么办 吃饭去省钱 然后让公司至少 每个月薪水是付得出来 在纽队一年半和世界级团队打仗 吃尽苦头 缴了50万美元的学费 为什么他还要硬着头皮撑下去呢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怕 我觉得台湾人好怕 尤其是因为也许我们富裕了以后 就开始越来越怕 我觉得韩国人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就是他们有那种迫切感 他觉得他不冲他就会死掉 台湾出国的人很多 但是台湾真正去跟人家 感觉跟人家打架的人很少 黄前志的父亲黄鲍德 是一个冬季团董事长 许旭东身旁的大将 父母亲到现在也不支持他创业 希望他专注教授 你的父母对你创业的想法是什么 非常不喜欢 到现在也是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有一种使命 在教育我们的父母亲 就这样 他让我们读这么好的学校 那你学了一身武功 到了最后 叫你去当和尚 这很奇怪 意思就是说 他们学了一身武功以后 不要出去跟人家打架 这样不会很乱 所以爸妈的逻辑也是这样 很担心很伤心 为什么要承受这种风险 但是他要知道每一个generation 只要不去承担他应该要承担的风险 或者去解决这个generation 应该要解决的问题 你是Obsalite 你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价值 当你没有价值 你自然不要讲什么赚钱 你自然没有信心 越冲撞越认识自己 创业艰辛 纽约烧钱 于是把公司搬回台北 他左手抓研发 右手管品牌 在台湾小岛发挥小职精神 吸引欧美亚近50人的国际团队 他也捲起袖子 深入台湾乡镇 说服回收商一起合作升级 跟着他到大圆观音箱 来到台湾第一大保特瓶回修厂 这里是做出环深方舟六角砖的秘密基地 以我们做做化工的产业来讲 recycle就是一个趋势我们都看得到 可是是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是做纤维跟保特瓶的原料为主 从来没想过可以做建菜 在这整个跟它合作的过程 我们也背过成长 而现在小职研发年营业额近3亿元 外国客户占业绩5成以上 我觉得他最终应该会跟这种 国际的大非常大的企业合作 因为他的那个vision是很远的 只有这种公司 如果台湾不能够掌握他 我觉得台湾很可惜 传承上一代创业的急迫感和使命感 打破成规的皇千志 创造了一个不可限量的环保市场 在他梦想的方舟里 他相信台湾有机会在环保路上 赢得让世界欣佩的美光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是 洪千志的故事真的很特别 就像最后我们看到的 请到了那位专家讲 如果台湾不能掌握他会很可惜 不过我很好奇的是 我们看到了 其实你做的一个梦是很大的 那你还特别告诉大家 创业的时候不要怕 对不对 台湾人太怕 所以你说你不要怕 然后其实你也是走出你的舒适圈 你当初回来 父母亲应该希望你去教书吧 是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 父母亲其实都是希望是 我们叫做狮子辈 OK 那狮子辈 其实我那时候觉得狮子辈 最应该做的应该就是当医生了 因为医生 医师 因为医师至少他做的一件事情 是对地球或者对人类是 切身有帮助的 是 那剩下的都是服务有钱人 对吧 律师 会计师 你要有钱才能去做会计师 你要有钱才能盖房子 所以你要有钱跟人家吵架 才会有律师 对吧 所以基本上我那时候 其实是真的很想当医师的 对 结果是哪一天突然间 灵光乍现觉得 这个很有前景吗 其实是有一天突然觉得 我很喜欢画图 所以这个其实也 其实画图这个东西 的确让我很快乐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让我把变成 也许跟手连结的这个东西 突然就把它变成是 做建筑这个行业 对 所以你也是师嘛 建筑师 是吧 也不算是 因为考建筑师 虽然那时候爸妈有叫我去考 我也的确考过了 但是我一直去没有去注册 没有去注册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注册了你就得当建筑师了 所以就被定格了 挺叛逆的 你觉得你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你觉得你有更有理想的一个方向 要去做 对不对 所以你要再教育你的父母 我其实也再教育我自己啊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其实如果你 如果你不觉得建筑师现在的状况是对的 那你又去当现在的建筑师 那现在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惜 那所以不想要被自己把自己定位在这边 所以当然你会想要跨领域 那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也就是跨领域的 机会和人才 那所以我当然觉得 OK 那既然是这样 我不应该被定位在建筑师里 对 所以你在这个建筑的这个领域 但你没有跳脱这个领域 你在这个领域当中 但是你做了很多的颠覆 你想了很多过去人家不会想的事情 比如说像我们一直希望把今天的主题拉环 你在垃圾变黄金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很多人大家都会谈环保 谈环保 然后谈这个地球 然后谈我们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环境 但是都是口说而已 你真的去做 而且你真的做出来说 真的可以这样 让我们觉得好惊讶 好surprise 你要不要聊一聊说 你当初是怎么一个想法 觉得说这些废材 其实可以拿来再利用 第一个首先 也许是家庭的背景 觉得很浪费 我们这个生活上面 我们很浪费 其实不管是我们买东西 尤其在国外 你看人家就是素食店 给你那个餐巾纸 OK 然后或者美国人开的车子 OK 然后消费的这种大量的 我们一直被广告一直去渲染 你要去买更多东西 然后大家一直不断的去消费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太对 那我们一直在讲环保 环保 环保 然后当我们看到建筑物 一层一层的加上去 对 OK 你看到以前的房子 也许我们炒席屋 挖个山洞就可以了 对 后来我们现在又变成 开始用砖头 对不对 你看三只小猪的故事 根本就是这个时代的翻白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已经盖到砖了 砖不对 水泥 钢筋 然后我们现在要盖更高 然后钢筋以外 钢筋还要再加各种不同的 以前你看70年代的房子 对 塞压给77就好了 现在瓷砖 对 现在又加保温 现在又加食材 对 现在食材以外 现在又加铝箭 铝箭以外 又要环保 对不对 又加太阳能板 又加木头材料 所以它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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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其实你看清代的衣服 它越穿越多层 对 它从一层的 也许一层的绸 再来是丝 再来是沙 有一层一层的跌上去 你看我们汽车的车灯 还有现在工业设计 也是一样 越来越多层 以前的灯泡 就是只有一个 Housing 灯泡 然后一个玻璃盖 现在是一层一层一层 间接照明 直接照明 但是最恐怖的是 这个喜欢这些东西的人 都叫做Desire 就是我们自己内心 我们就是喜欢 很漂亮的东西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倡 就是垃圾变黄金 其实某种程度叫做 垃圾变性感 OK 当一个人 第一个你要先了解 什么叫性感 但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用垃圾 就是因为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因为这些消费的习惯 所丢出来的资源 这些资源是错放的 我们要把它重新拿进来 是 这才是我们现今的 这种工业社会的自然 我们把这个工业社会的自然 变成你想要再去买的东西 但是想要再去买的东西 这个过程当然 其实需要找应用 对 这就讲到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了 一直想要把垃圾变黄金 但你不是去什么资源回收 然后趁金趁了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利用 不是 是把它再转换成一个更高层次 更高境界的一个商品 对不对 我要把这样的东西 你要让人家可以愿意再接受 因为我觉得 我掏钱出来 我要去买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的想法会这样 你要我掏钱出来去买一个 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你要卖给我 告诉我这是环保的东西 好像又差了那么一点 但是我觉得你很特别的是 你把那个东西做成 大家觉得很炫 像我手边有这个 你要我掏钱去买 我会愿意的 来我们看 它的这个包装 就是现在最流行 会告诉人家说 你看就是原色 然后你再打开来看 它其实是一个手机盖 对不对 这个手机盖啊 你看你要摸它的触感是好的 然后呢 你要看它的外形 流线型 它虽然你这样 可能看不太出来 你看它稍微是有一点点的 一个弧度在这里的 你说这个东西非常时尚啊 但是来告诉我们 它是用什么做的 它基本上是池上的米壳 是用池上米的米壳做的 对 然后还再加上我们那个瓶盖 我们宝特瓶 其实每次喝掉 大家也许会不注意的是瓶盖 宝特瓶可以回收 瓶盖也可以回收 我们的牛奶瓶 其实也是那个材料 PP这个材料 所以基本上它是用PP 去混倒壳的纤维 去让它达到比较轻量化 让它有这个好的触感 是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时尚 来我们来问一下陈医师 你会买吗 会 很漂亮对不对 很漂亮很漂亮 对你自己的手机壳是用什么 没有用 我目前 我是没有用手机壳 对但是看到这样会有吸引力 对 所以我没有用手机壳 可是我觉得说 但是我觉得还有另一个有吸引力 就是 也许功能性 对 悠悠卡是在这后面 它有个悠悠卡的卡槽 所以我现在去捷运站 其实我是直接 拿着手机去感应它 那正常它是不行 所以你要研究 你要怎么多这个功能 它其实后面要 我们这里头有个最贵的东西 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壳子 也不是它的包装 是 是 后面有一个 隔掉它的EM shield 要不然它会 资讯会干扰 所以 这个其实 对 所以这就是特别的地方了 对不对 你怎么样在你的设计当中 然后再加多一点的东西 然后让消费者愿意买账 那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想要聊一聊的是 我们来请天使跟我们聊 我们看这一回 你用废材 然后做了很多的一些包装 然后建筑 我觉得强度很重要 对不对 你怎么样让你的这些东西 像我们你说 我觉得那时候 看那个花博流行馆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confused 说这个东西 我们喝水的东西 喝完就顺手捏扁 丢掉对不对 它这个东西捏扁的东西 你可以做成建筑物 可以在上头走在里头 然后你看台湾 一天到晚跟你台风的 对 你怎么让它不要飘走 这个东西不是中空的吗 对 但是其实中空体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结构体 只是我们 因为在包装上面是要减量 在建材上面是做相反的 所以其实就像一根筷子 很软很容易折断 对 但是当它怎么串起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很硬的 你怎么折都折不断 那怎么把它串起来 对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 那这就是 也许靠结构的计算 可以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台湾 有太多这么厉害的前辈 就像我们 在做那个结构设计的时候 是像跟 陈继时 或者跟很知名的建筑师合作 那其实他们在这些知识 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们这些小朋友回来 去请教人家 其实就学到很多 然后这中间就可以 利用他们的 这些基础逻辑 我们再去把它再应用 对 所以就真的非常的特别 对不对 怎么样子 可以把我们这个 大家印象当中 就是扔到垃圾桶里头的东西 让它变得很sexy 让它变成非常具有 商品价值的一个东西 很特别 我们待会儿要继续来聊一聊 不过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再继续回到 故意上简充的现场